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要自学网 这节课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时操环节了 也就是我们直接动手干的环节 然后大家看这个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给你这样一个主题 老板说你给我做个展望未来的工作报告 工作的内容我要你报告工作总结 我还有对未来的计划 还有我们企业的文化还有企业的计划 之前你都给我去搞一下哈 然后就跟你说这样 然后别的没了 然后再然后再跟你说一个汇报人是谁 然后谁把你去干的 没了 然后去你去工作吧 你脸毛 我怎么着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呀 然后去百度 然后百度了一大堆就是发现 哈哈 算了吧 不干了 可能就没有灵感或者想法对不对 其实呢如果是我的话 我看到这样一个文字 我会怎么想 我会这样往下想 首先你给我的这个东西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内容 这些都不是重点对不对 那有人说那提起一个重点 就是把公司的名字 然后就是比如说七声文化 然后有限公司年度总结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每一次都是这样 真的太平淡了吧 我们弄点刺激的对不对 给老板一点冲击力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要怎么办呢 要怎么想呢 这个时候呢我可能会想给他加一个 就是象征性的口号 一个标题引人入胜 就我我在我在有一次有一次就是我演讲 就是演讲我跟大家的主题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演讲会成功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我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我每次演讲的主题跟别人都不一样 别人都中规中绝的就是什么联络报告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或者什么关于关于什么创业就业的 什么一些想法 我都不是我每次我都我都是特别露骨的一些 引人遐想的词汇 我有一次演讲的题目叫脱光 就是你字面上理解的意思 我说我要脱光 然后一开始就让大家全场哗嚷 然后就开始就是往下听了全程互动非常好 所以这个呢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 我当时就联想到了一个是叫以梦为马不复 这个是不是代表着你对未来的一种憧憬 并且代表你对未来必胜的决心 对不对 然后我一想那正常人他会这么用 那汤圆的话不是正常人呢 那就不会这么用那怎么办 那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就又让别人看了会心一笑 然后又让大家觉得有创意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就把它换了一下 我叫以梦为马越骑越傻 所以我就给他加了一个标题对不对 加了标题之后其他的员工不动 然后接下来标题加好了 因为标题我们都说了给他加标题 汤圆在之前的字体里面就就说过 能够作为标题字数又少的 肯定给他就以书法字体了 所以给他采用了一个书法字体对不对 然后其他的东西呢我们为了求稳 就同样的还是用四元黑体就行了 然后呢现在我又想对他进行进一步的美化 然后于是呢我就怎么 这上面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去美化的呢 首先内容这个我们是可以不要的对不对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擦掉这个不用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当独分开 然后中间加条杠 这样会美观一点对不对 然后于是呢我就会得出下面这个一个界面 然后又想那还能不能再继续的去美化一下呢 那肯定可以啊有有啊 我也想这里面呢你看现在你的目光第一眼肯定是看到这个 但我还是想实时小心是这这我好不容易做出来的对不对 我想让你看到我的名字 这个时候我就想那我在这上面我给他加个框框 给他框起来这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看见了 就所以呢我就给他动了一个小手脚就加了这个 这样看起来总体感也比较强对不对 然后呢我会想那这个时候这里面啊我要提取一下关键词 我就这样的背背景就是太单纯了 我不想做个单纯的而且汤圆教了我们图片之后 我们肯定要去把图片用上啊对不对 一图胜千言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里面去提取关键词 这里面关键词是什么是梦对不对 首先看到他的时候你不会想做梦 你肯定想的是梦想 那想到梦想的话那我们就去联想一下 有什么梦想你可以想到它是希望 它是一种未来 它是一种辽阔的未来 然后你就会联想到大海对不对 联想到大海之后 你可能还会联想到在茫茫大海之中 有一盏孤灯或者是有一座灯塔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联想出两样东西 其实这里面的关键词就已经出来了 大海和灯塔 你联想到这个你就知道你背景要什么了 你就直接去百度啊去什么一些地方 你直接搜索大海灯塔 然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 你认为还可以的图片 比如说这张图片 然后呢就把它进行裁剪 之后呢就会得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封面 是不是 beautiful 对不对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做它 就要来把这个做出来 之前的思路都已经跟大家讲了 包括一些字体的处理 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图片的处理 现在图片的圆图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拿来用没办法直接用啊 怎么办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下裁剪 我们选择这个图片之后 不这边被有格式吗 我们选择裁剪 大家注意啊 我们按住进盘的Ctrl键 我们把整个两两边的白边 全部都去掉 按住进盘的Ctrl键 当我们属于变成这样的时候 按住Ctrl键 然后往这边中间 已经会发现两端 都是同时移动的啊 上面是按住Ctrl键 然后同时移动 好 移到你想要的位置哈 你也可以下面 如果就是不对称的话 你可以把上面的先移了 下面呢我们再单独的调整 把它调上去 松开Ctrl键 对不对 旁边的然后你不满意 也可以调整 然后完成了之后 在外面点一下 你看这个就踩好了 然后呢因为我们要把它作为背景 我们的背景是16比9 所以我们在这边 格式这边呢 踩点这边选择一个纵横比 选择一个16比9 它就自动的给你调出16比9的比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假如说我就要这个 然后我们在外面点一下 好 然后它这个弄完了之后呢 它也说了 如果这个图片非常大的话 我们要给它压缩一下 对不对 然后你这边选择一个这个 对不对 因为这它本身就已经很小了 我就不选了哈 然后在这边 然后在这边 把它这个角放到 然后我们屏幕的左上方 然后按住键盘的修复键 然后给它拉 你看它就布满我们的屏幕了 然后呢 把我们之前做好的文字 Ctrl C 然后在在这边 Ctrl V 粘贴 然后在这边不就搞完了吗 对不对 我们修复键F5看一下 然后有人会觉得 它原来 你这个图片啊 好是好 但是我感觉你这样的话 我们老板说了 大白天的根本就看不清上面 什么字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对图片进行一下处理 台湾之前是不是说 图片这边 我们给它进行的处理 是不是就可以在我们 给它拉了黑一点 就在格式里面 在根正里面 我们给它对比度调高 然后给它拉黑一点 对不对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图片 你就可以看见 哎 挺不错的了 对不对 这是跟大家说的一种方法 还有什么方法呢 那有人说 我感觉你这个黑的呀 对我们未来的那种憧憬 都被你黑霉了 你也可以 还可以有一种方法 是什么方法呢 我们教一下大家 就是我们要给它添加一层蒙板 就我们插入形状 什么叫蒙板 你想想我不就在上面画一个 就是跟它一样大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去调整一下什么 调整一下它的什么 形状格式的透明度 对不对 然后把它的颜色改一下 颜色最好就是用我们的蓝色 因为我们整个基调就蓝色嘛 然后在这边 填充 填形状填充填充这边呢 我们把透明度给它拉大 拉大一点 又不影响我们的质 这样就比较好 然后呢现在把那个 选择窗格 在这边啊 选择窗格打开 我直接按这边了 快点进去 RW加F9或者F10啊 我忘了是哪一个 你们自己看怎么办 然后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拖到我们的 最底下 你看这个时候 是不是我们的文字也不影响 而且我们的蓝图也不会影响 对不对 包括这些这些东西 后期都还有一些比较精美的操作 都后期跟大家讲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关于我们这一个图片 一个简单的操作 那么呢 那么 可能说 那有人说 那他原来这些 智体 智体这一块我就不跟你们讲了 之前在智体 那个章节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就不再赘述 就是这些东西呢 包括这些东西 大家插入的时候 注意一下对习就行了 就你把它 把这个 这里面原本是这样 对吧 一个一个拆解出来 然后呢把它给对习一下 就行了 把这个选中拆出来 然后这个也是选中拆出来 然后这个也是啊 好 大家看啊 拆出来之后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全部选中了 然后呢把它顶端对齐一下 然后呢 把你确定一个出位置和一个末位置 按住shift键 然后呢 这个时候也把它分布一下 对不对 全部控制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选择一个就是这个了 横向分布 然后它就会全部的都会距离相等 然后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总体的给它移上去 移到这个以末为码这个下面 然后这边呢 这个内容我们就不要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对我们这个进行处理 我们把一个放在左边 一个放在右边 然后呢 给它加个框就行了 怎么加框呢 直接在插入这边 是不是有个形状轮廓啊 我们选择这个 然后就直接在这边 画一个框框 然后在这边呢 这个小黄点 代表我们可以去调整它 你看就调成这个白色 对不对 调成一个小圆的 圆条的那种形状 然后这边呢 我们不要给它填充 不要填充 然后轮廓这边 我们改成白色 然后同样的呢 把这两个选中 然后都水平和垂直都去中一下 然后呢 把外面这个选中了 再复制一份到这边来 给它用 对不对 好那这不就做完了吗 然后再加一个图片 背景图片不就行了吗 然后这个中间呢 可能还要插入一个小树干 对不对 我们再直接在这边插入这边 不有这个东西吗 我们直接在这边 按住cf键 然后水平的插入一根 然后呢 把这个复制一根过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按住键盘的F4 然后它就会复制一根 然后呢 你要去更改一下它的颜色 把全部选中了 选中了在这边 来巡装轮廓这边 改成一个白色 然后还可以调整它的粗细 对不对 把它是粗细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嘛 那这不就做好了吗 这个超简单 我就不讲了啊 这非常简单 好呢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 就是关于对公司的总结啊 或者是计划 未来的展望 做好了 那么下节课呢 我就给大家布置一个 就是给你这样一句话 就是给你 让你去做一个科技型的数据分析 然后汇报人生汤圆 然后你去做一个PPT封面 你要如果是你 你要怎么做 那这个呢 是下节课汤圆给你讲的 你们自己去想一下 想了之后再来看看汤圆做成什么样啊 那这个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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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